你 我现在越来越想你 想到你我亲就会疼 特别疼 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 我洪大贵这辈子 要娶的女人就是你杜彩霞 你知道吗 大贵 你答应我 答应我行吗 你答应我行吗 大贵 你先放开我 你不答应我就不放 在我心里 你一直是我弟弟 我不是你弟弟 你是我弟弟 我不是你弟弟 你是我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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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能答应你 因为 因为我有过男人 你不可能答应你 因为 就是刘满堂 我不在乎 我在乎 我心里一直装着他 他是我唯一爱的男人 我不相信 你都答应嫁给封娘娘 你为什么不能答应嫁给我 你不清楚吗 我不清楚 满堂也就死了 封娘娘也跑了 现在只有我在这儿 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 你为什么就不能嫁给我 因为你是我弟弟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弟弟 我不可能嫁给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念想 就是把念红他们抚养成他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 好 那你也听清楚 我这辈子心里也只有一个念想 就是娶你做我的女人 不肯 你别怪我大坏 我真的不是你该娶的女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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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我不会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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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放心 好 大龟 你这是怎么了 沈秋阳 你来得正好 我要跟你说 对不起 昨天晚上真的是对不起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已经跟彩佳姐说过了 我跟她说得都很清楚 嗯 电话 拿着 回去给你妈妈 你一定要亲自给她 听见没有 嗯 我走了你们回去 回去吧 我走了 走吧 妈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累不累 不累 是单老师带我们回来的 哦 单老师带你们回来的 妈 我们学校的同学可积极了 我们每个人每天要缝两个慰问带 再给志愿君叔叔写信 鼓励他们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 是吗 我们念红真厉害 好孩子 亲我下 念红真乖 好孩子 stinks akan 看 哎 我来 您好 您好 醒醒 来 妈妈 这是哪来的 大贵叔叔给的 我忘了给你了 妈你干嘛去 我去找你大贵叔叔 行 你接着睡吧 乖孩子 睡 看好复童啊 看好复童啊 嗯 我找一下洪大贵 你是她什么人 我的姐姐 她就在后面的宿舍里 第二间 你去吧 第二间是吧 谢谢啊 不客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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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长 我违反了纪律 回去找部队 等我打完了美国鬼子 我一定会来 杀头坐牢我都认 如果我光荣在朝鲜了 请你告诉都在下 我洪大贵没有给他丢脸 洪大贵 敬礼 大贵 大贵 洪大贵 大 你是 我 我是洪大贵他姐姐杜采霞 好 那个 大贵他发高烧了 让让我来给他请个假 我过来给他拿点换洗衣服 大贵他病了 很厉害吗 现在人在哪儿 挺 挺严重的 不过 那 你放心 我会照顾他的 他 他 他就 他就在我家 明天明天保证能来上班 那我先走了 你等等 你 还有事啊 告诉他 明天一定要回来 别忘了他是个人民警察 我知道 我明白 我 我先走了 我 我先走了 志愿军扛起了江 脉开大坡奔前方 请揪揪 靖昂昂 跨了高昂的老江 老鼠国务王家乡 马贵李毕兴堂 纵权人一起承杆 新权请揪揪 立贵李毕兴堂 立贵李毕兴堂 兼权善 立贵李毕兴堂 运贵李毕兴堂 立贵李毕兴堂 匀开大路奔前山 铁都狩 好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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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丧 有贵权欄冗 立贵李毕兴堂 大贵 大贵 你好兴堂 忍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老百费虹 惊敌荡 老百费虎 惊敌虎 惊敌虎 老百费虎 惊敌虎 惊敌虎 同志 请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洪大贵的来报名 洪大贵 嗯 他家住哪儿啊 皮匠胡同 皮匠胡同 有那一片不给我们管 要不您去武装部看看 武装部 那谢谢啊 不客气 哎 您这儿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洪大贵的来报名 他是哪个区的 嗯 皮匠胡同 对 他在哪个部队呢 他那个 转业了 他想回去找自己老部队 老部队是东北的 哦 是这样啊 哎 我们这负责新病啊 你去别处了 新病啊 大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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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贵 大贵 洪大贵 你刚才说你的名字叫洪大贵 啊 外面好像有人在喊你啊 我怎么没听见啊 哦 那是我听错了 你现在是执行任务啊 保密 哦 对对对 我不该问 你们警察做事都保密 大贵 停车 快了快了 撞人了 蔡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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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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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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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回事 这儿 忙回事 原兄 兄 我等你很久了 真不容易啊 走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走 高红 重点发 我不想再看见你 怎么了 前面就是警察 不可以让他们马上把我抓起来 怎么了 你们在干什么 打架吗 没有 才是 是我们亲戚 对 我欠他点钱 表哥 你看我又不是不还你钱了 你干嘛急成这样啊 有事回家说去 别在这胡闹 对对对 是我们错 是我们错 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我还要值夜班 二号的废旧仓库里见 一个小时以后我到 不见不散 真是奇怪 这女的受了伤 这男的怎么没晕倒了 哎 哎 同志 你别起来好好躺着 刚才你一进我们医院就昏迷了 我们得给你检查一下 我得行 我财家姐当面了 哦 等她一会儿醒过来 我们给她拍一张儿子光片 总要是看一下她的脑部有没有内伤 如果没有呢 很快就能回头 这炉内出去往往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现在啊 只能等 对吧 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哎 你别急 我们正在想办法 你先休息人就回去回来 哦 来 好的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你先休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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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休息人 走 走 走 小姐 快 快快送离去啊 你吓死我了 你醒了就好了 你那个纸 在我的困带里 我来拿 是这个吗 幸好我先一步到你们宿舍 要不然就被你们宿舍看见了 给你们宿舍请假了 说你发烧 给你请了一天假 你真是糊涂 你怎么能不跟组织上寝室 就自己走呢 我们回去 谢谢蔡大姐 我 我在 我在这儿看着你 让你好一点我再走 我现在就没事了 走不了 我看着你就安心了 走吧 走吧 我 我昨天 我昨天 别说了 你昨天喝多了 我不怪你 你为了我 差点把命都搭上了 我 我对不起你 我是你姐 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错了 你回去好好跟领导谈啊 如果领导我不同意 你就留下来 当个好警察 听见没 你 知道了 我再陪你待一会儿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你干什么 你别醒来 别醒来 我让你走你就走 好好好 我走了我走了 我走了我走了 回去看个孩子吗 别跟他们说我受伤了 你就说 你随便跟他们说什么 行了行了 你赶紧走吧 走了 我跟你说最后一句 就一句 我还是那句话 凌大贵 这辈子就喜欢你一个人 那姐也行 他老门也行 我走了 我走了 老同学 你可够狠哪 想杀人灭口 好啊 来 朝这儿砸 砸死我你以为就没事了 怎么 亏你还是干这行的 砸死我 这张照片就会不到公安局 你老婆和你孩子 也会被这样砸死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们 我保证什么都不说 我就想安安稳稳过我自己的日子 共产党跟你这么大点儿 你又想过安稳日子 没那么好事儿 越是当官 越是查你的祖宗三代 把你查个底儿掉 放过我 我求求你们 我 我给你磕头了 晚了 别忘了你手上的血债 共产党可忘不了你 起来吧 这是你的活动经费 别马着 别耗了三封 希望你两头堵 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 别怕 不是让你杀人放火 是要你把军警的情报告死我就成 别忘了 三天后再见 老板 老板 你可贵是神奇妙算 知道元昊要杀我灭口 所以提前准备好 派人暗地保护我 我看这次元昊可算是彻底老实了 不见得 他现在的心理对我们是又狠又怕 展示会听我们的 对于他我们就是利用 一旦用不上 马上杀掉 好 那我去了 去吧 包围 大白云 您何必亲自去仓户呢 太危险了 这万一要出了事 我怎么向上边交代 我不放心 我得试试这个元昊 到底能不能听我们的 还有 我是从香港回来报效国家的商人 我的名字叫赵宝全 明白吗 明白 那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 赵明淡计划已经开始了 具体的方案我会慢慢告诉你 还有我有一件私事得麻烦你 您吩咐 这次回来 我是要找到我的老婆和孩子 您 您的家人也在龙安 这是我太太的照片 我的家人和仇人都在龙安 她们都以为我死了 我这次回来 能做到严格保留 不能让除了你以外的任何人知道我和新闻做明白了 明白 你恢复得很好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出院了 可以 那个把你送来的那男同志 他是你什么人 大贵 他是我弟弟 把你送来之后 他也晕倒了 他也晕倒了 我们很担心 给他拍了一个S公片 那他有什么问题吗 他的脑部啊 有一块蛋片 有一块蛋片 对 他那个蛋片的位置呢很特殊 现在的情况下呀 就是通过手术啊 很难把它取出来 那怎么办啊 蛋片在脑干的一侧压迫了脑神经 严重的时候 会有生命危险 会有生命危险 那医生 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肯定有办法的 暂时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告诉你这件事的意思呢 就是让你好好照顾他 千万不要让他受什么刺激 看着过去的家 想着离散的老婆孩子 这次顾思雨心里充满了仇恨 今天的这一切都是杜彩霞造成的 顾思雨要复仇 咱们不睡觉啊 家里一个晚上的班你不困难啊 我烦着呢你先出去吧 你怎么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你先出去行不行 我就不出去 袁浩 今天跟我说清楚了 这些日子你不是一个人挨成叹气 就一个人发呆 到底怎么会就出什么事了 哎呀我现在 我没事 你先出去待会儿吧 没事叔叔 这是什么呀 谁让你放我包子 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把钱给我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不跟我说清楚 我不会给你的 这是一朋友给我的钱 托我运点私货 这不没办成 我把钱还得还给人家 来 没办成就我收你的钱 哎呀你把钱给我 我这就还给人家 鸡眼了吧你啊 鸡眼了吧 你就骗我吧哈 我告诉你 这年头挣点钱不容易 这钱到我手里了是吧 你就休想再拿回去 让开 你给我 让开你给我 把钱给我 让开你 让开你 你敢打我是吧 你敢打我袁浩 你凭什么打我呀你啊 当年要不是我收留了你 你有今天 你现在日子过好了 你敢打我 你凭八蛋 你凭八蛋 你别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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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子太饭多了 秋兰妈 秋兰妈 这日子太饭多了 你听我说 秋兰妈 怎么了这是 哎呀脾气大得很 哎呀你大老爷们 先让着她点 师哥 回来 你听我没你说呀 快吧 哎 哎 彩虾姐 秋兰 你可回来了 孩子们呢 孩子们吃过了 都上学去了 胜利跟傅童都在睡觉 辛苦你了 不辛苦不辛苦 你的伤都好了吗 没事小伤 你看都长好了 嗯 那我进去洗手下 怎么了 嗯 蔡霞姐 大柜她 她怎么了 me 没什么 她回派出所了 哦 哎 蔡霞姐 我 我看大 大柜她 怎么了 你倒是说呀 嗯 没什么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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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了 哎 哎 要 要 要不 什么 你倒是说呀 嗯 你是不是要找她帮忙 没事 你跟我说 我跟她说去 要不给她找个爱人 可以照顾她 找个爱人 我 我是说 你 你喜欢她 啊 啊 你说过 她是你弟弟 我们 我洪大贵 这辈子就喜欢你一个人 彩霞姐 我得回站里去了 你 你刚出院 没事 那我不去那 谁给工人们做饭是不是 孩子们 你还得帮我看一下啊 那 那 那我走了 嗯 你 你 姐 上车 干吗呀 我跟你去说个事 上班呢 我知道你上班了 马上给你送过来 说完就送过来 上车 什么事啊 做好了 你就知道了 什么事啊 你非得到这儿来说 跟我来 干吗呀 到底什么事 你看看 什么呀 结婚神情 你跟谁结婚啊 跟你 我决定 不走了 就留在隆安 娶你成嫁 我知道你十有八九 不会答应我的 但是我还是要说 你就是我这辈子 最想娶的女人 好 你应该娶一个 跟你般配的女人 我觉得 我觉得咱俩挺般配的呀 上秋雅跟你才般配呢 你看 她聪明 年轻 漂亮 又有学问 最主要她没有拖累 能给你生很多孩子 你好好想想 你也可以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了 你就告诉我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说话呀 你还把我当地铁什么人 还把我当地铁什么人 记住 这张纸 就是我这辈子对你的承诺 只要我活着 我就等你答应我 好 大贵 大贵 交给组织 干什么 我答应你了 拿着 你真答应我 杜宰祥 答应我了 好 我帮忙留意一下 有什么情况急着通报 好吧 好 就不要 洪所长 你怎么来了 小孩你在这儿呢 排护哥 对 所长有事吗 没事 我随便看看 你忙你的吧 这边走着走不准 给我看一下 小伯 你们这有女表吗 所长 买表给女朋友 可不能送旧的 怎么也得买块新的呀 这你就不懂了 这就是个意思 这再说了 我这兜里也没啥钱 拖子拖子 嫂子长啥样 你认识她 我认识她 谁啊 杜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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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 恭喜恭喜 躲什么乱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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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八 你们这儿到底有没有女表 什么时候问你话呢 啊 啊 我 我我们这儿只修表不卖表 不过我给你留意着 谁的表要是坏了不要了 修好了我给你搜索一下 这这么多块表 就没一块是女表 那您看 麻烦您快点啊 那行吧 就这么着 有了送我所里去 我走了 你完事了吗 完事了 走吧 走 哎 怎么来了 嗯 怎么了 我再跟你说一下 给我先那块表 尽量学得新一点 好好好 谢了 放心放心 走了 麻烦您把门给带着 小心 快点 您怎么来了 这警察盘问起来 可就麻烦了 撞上了 后来来的那个警察认识过 我们俩是死对头 那这么说 这地儿不安全了 要不咱们换个地儿 就留这儿 这儿是闹事局 越热闹的地方越安全 只是我没想到她还留在荣安 还和那个女的好伤 特别的 赵老板 我还是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安全 万一要是被发现了 那你觉得什么地方安全 你是怕我连累你丢了性命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您说在哪儿咱就在哪儿 那么咱下一步的行动 什么时候开始 很快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调查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只要您太太和孩子活着 我一定能找到 他们一定活着 还有一件事情让你做 要去搞清楚那个警察洪大会的家在哪儿 还有杜萨夏 杨浩 让你辛苦了 老让你值夜班 没什么 您放心走吧 这儿有我呢 别忘记 凌晨三点有三列车要进站 知道了 嗯 喂 我是袁浩 明天中午 在那个酒仓库我等你 你可一定要来啊 千万别忘了带那样东西 哎 好 好 我 你还是怕我把你给出卖了 看我后边到底跟不跟着人啊 看我后边到底跟不跟着人啊 这不是怕跟你惹事吗 想清楚了没 东西呢 没有 我是不是想错了 你是不是真想学耗子钻风向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美国人在朝鲜真的能打赢吗 老蒋他真的能反攻大陆吗 你说呢 那是做梦 就算美国人在朝鲜能打赢 也不会帮着老蒋反攻大陆的 韩寒口号还行 要是玩真的那就另说了 他们死不起那么多人了 这么说你就是不想干了 那你何必又要来呢 我是为了我的老婆和孩子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事完了以后马上放我走 离开龙岸 再也别来找我了 那也要我们说完才算完 好 我说你急 干什么 你不是想要我们龙岸货运站的军列情报吗 都在我脑子里 说 1154开往哈尔滨 凌晨两点五十分出发 1159开往加姆斯 上午六点二十分出发 1162开往哈尔滨 报告 好 你小子 周五正王的 怎么 又是为了杜彩霞的事儿吧 是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洪大怪 你要相信组织吗 局长 你别着急吗 你现在这个熊样子我能不着急吗 去吧 局长 领导 这又是什么呀 你看看看看 你看看嘛 结婚申请书 你要去杜彩霞呀 这 好小子 有眼力 你同意吧 我怎么不同意啊 我跟你说实话 杜彩霞人家是进步群众 再说了 人家现在还养着烈士的后代呢 我跟他谈过话 虽然他现在没有证明人 但是从感情上讲 我相信他跟我说的都是真的 要不你当局长呢 分析得太透彻了 好啊 听到 那我代表杜彩霞 谢谢你 好 我走了 走 领导 这球我看你一直不喝 我拿走了 干嘛 不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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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大贵啊 这件事还得上报市局批准呢 臭小子 臭小子 早知道我还不是把这盆酒藏起来的 大贵叔叔 大贵叔叔 来吃饭吧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区长同意了 大贵叔叔 什么好消息啊 什么区长同意了 先吃饭吧先吃饭吧 你大贵叔叔 你还没告诉我们呢 什么好消息啊 对啊 什么好消息啊 你妈不让说 我不敢说 好消息干嘛不说呀 哎呀快说嘛 对啊快说呀 快说呀 快说呀 我要当你们的爸爸了 我 我要跟你们妈妈结婚 我要当你们的爸爸了 别讲都别讲啊 那个叔叔 你以后不早了吧 不早了 一辈子给我们当爸爸 一辈子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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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小声点 我都睡觉了 今天不高兴啊 我一定要多喝点呗 你们知道别来吗 哎哎 你以后少喝点酒 怎么样 哎 馋吧 哎看看我给你妈妈 买什么东西了 我爸爸给妈买衣服了 去 妈妈穿上 吃吃 妈妈穿上 快穿上 妈快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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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穿上 妈穿上 行了吧 太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